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都说新能源越来越卷了 这个是新的卷王 余大嘴呢 他说他们花了5个亿来升级这个车 你就觉得说 这个都升级在哪了 咱们瞅一瞅 因为M7它其实本来也不是一个新车型 但是之前呢 就是销量表现很一般 但是现在就感觉突然 两个半月订单已经超了10万辆了 是不是很夸张 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又要说 不上牌就不算是真实的订单 但是我相信啊 大家后面都能够在路上看到一些M7的真车 然后咱们来今天算一下 这5个亿花哪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 是一个四驱的一个制驾版 是一个五座的 就等于它是上面的一个顶配 是30万9千8 然后还有一个比它贵的 那个就是一个六座版的 32万9千8 所以问问诸位 这个你们要是选的话 选五座的还是选六座的 首先这五个亿就花在了外观和内饰的升级上面 第一个事就是升级了27个感知元件 它现在跟M9上的个数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它的激光雷达用的不是就是华为最新的自研的 那个192线的激光雷达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次也新增加了几个颜色 而且这次它还有一个就是27000的一个权益包 为什么要把权益包放在前面 就等于说其实虽然单项看是要钱的 但是现在它又等于是免费的 因为它的这个外观的颜色就是单选其实是要6000块钱 然后银色和青色是要钱的 咱们今天选的这个升红灰是不要钱的 我觉得可能是选择不要钱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个这个颜色 其实关键是其实它也挺好看的 就是你看这边的深色和整个的深色的车漆 这样过渡下来 就是它显得没有那么的突兀 然后轮毂也是要钱的 轮毂要是选配的话 就是选咱们现在的这个还有几款 是1万块钱的 然后内饰里边也是 要单选的话也要再花6000块钱 然后剩下的那1万5给你用的是NCA 因为你买华为不就是为了置价吗 是吧 反正外观这就留了1万2的预算 剩下就是选ACA的包 那你怎么选 看一眼后备箱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你有感觉它特别往里很深 而且还有第二层 给大家打开看一眼 就是这一层的第二层 基本都是随车工具 这个没什么 然后给你看一眼 这个的第二层 你看它给你自己带了两个小的夜压支撑杆 在那支一下 而且下边是分了两个格 空间还都挺大的 其实它是左右两边是都有灯的 然后挂钩也有 但是盖上就觉得少了个灯 不过整个后备箱的颜色不错 其实它都是这种就是深棕色系的 就是放在这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买你会选5座版还是6座版 就是我觉得我会选择6座版 因为就是它的第二排是两个独立的椅子 而且它是可以零重力的椅子 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往后仰 然后腿托也有一个撑的空间 因为这个大5座的空间 它虽然感觉腿部前排的空间就是很大 但是它也最多就只能是角度这么往后调 就是你真的说你想坐得多舒服 它也不可能 而且我是挺受不了第二排 就是坐满三个人的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真的坐五个人的话 买6座版 第三排有一个座椅是支起来的 有一边的座椅放倒 其实也不影响你用 你觉得呢 不过选5座版 6座版 其实我说的不算 就是如果你要看理想啊 理想的L7和L8 L7比L8卖的好 所以还是选5座的人多 Go on and close Close the curtains Because all we need Is candle and light So take this wine And drink with me Let's delay our misery 两个50万的5000快充 充电确实是快了 然后它这个里边是有超级桌面的 其实开了华为的车 我相信大部分的用户 应该都会用华为的手机 就是都是生态的 一挂的 你不用可能就不对 我相信选其他的 比如说买领克的人 他可能也会用魅族 或者以后有小米的车 也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大家都要玩的一个生态 它的这个就是你打开之后 你能够看见你手机里的APP 就它这上面都有了 好处就是你上车之后 你就不用拿手机了 它考虑到了一个隐私模式 就是比如说你车上啊 有其他人坐的话 你有来电 他会在这儿给你提示 来电的是谁 如果你选择接通了的话 他会通过头枕音箱 去给你接一个电话 让全车 不是所有的人 想听不想听的 都要听你这个电话 在接什么 让大家尴尬 然后再有一件事 五个亿还花哪了 花在了内饰的升级上 我觉得它好看 就是它上半部分好看 就是它这上面有一点 就是这种棕色的内饰 加上木头整个 就包括这儿 我都觉得挺好看的 我是不太喜欢 下半部分的这种搭配 我觉得这个米色的车 其实挺像前些年 就是家长车 都比较流行的 用那种米色 然后另外的两个内饰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又是你的话 这三个内饰的颜色 你会怎么来选择 这次还有一个升级 就是座椅上面升级了 座椅这次的海绵的厚度 增加到了100毫米 并不是说它加厚了 它就一定很软 但是我觉得软跟舒适性 其实也不是能够画等号的 尤其它整个的背部的形状 你会感觉你坐在这儿 还挺舒服的 在后排这个座椅 是可以电动调的 然后往后能够调整的角度 是10度 就在这儿自己调就行 反正它就是一个 大五座的空间 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个车上 它其实带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等于它的一个 麦克林克的一个托展 目前就是华为的 MatePad里边是12.6的和11的 这两个型号是可以来跟它适配的 然后关键是它连上了之后 就是你可以通过前面你的大的中控 来控制它看的内容 和它控制它的用眼时间 毕竟如果是坐在这儿的话 基本上还是小孩玩得多 所以小孩一出上派的 你就感觉这件事还是需要家长监管一下的 然后后排还有一个东西跟小孩有关的 就是在华为的这个制选商城里边 你能够选它的儿童座椅 它的儿童座椅有什么好处 就是同样你可以通过前面的那块屏来监测 就是它的这些插口有没有一些松是不是都卡紧了 然后包括这个座椅儿童的也能够通风 就你拿手机也同样可以控制它 但是在这个后排我们发现 就是它卡儿童座椅的这个ISOFIX接口 它都给你做了拉链 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好心 就是想让大家看起来整洁一点干净一点 但是你看这个拉链就特别的难拉 因为它就是不想让你看见这个拉链 就想让它做的就比较隐形 所以你就感觉它那个皮子的两边都收的就特别的紧 而且我总感觉就是这个拉链做的老像衣服拉链 就是要回头再能花点钱 再把这个升级一下就更好 前后排都有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 给你炫个计啊 小易小易 后排中午好 青州已过万重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咱们听完了我的梦 就让大家感受了一下19个扬声器 然后咱们现在就已经把置架给打开了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18里第二南桥往四汇东四环的这条行驶方向上 然后导航都已经打开了 这个咱们就可以来感受一下 看看这27个传感器 加上它的这颗激光雷达感觉怎么样 因为它也是ADS20 它只是说就是激光雷达的版本跟咱们现在市的S7是不一样的 看看在北京的路上表现咋样 我觉得在环线上对这个车来说就太简单了 因为环线上就是道路情况不是那么复杂嘛 基本上就都是机动车 除非你要出主辅路 要不就都沿着这条线在跑 就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有点像高速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领航实起来有一个感受啊 就是它不用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老让你隔一会儿 就是让你晃晃方向盘确认 让你晃晃方向盘确认 即便你双手搭着它也要让你确认 它这个我感觉就你轻轻的扶在这就可以 就是它只要能简连验到你有个手在这就行 咱们现在的便道选择的是敏捷 而且选择的是无需确认 所以它刚才就是说向右便道就告诉了你一事 如果你要选择需要确认的话 它会让你自己打一下转向杆 让你去确认 哇后边的那个宝马 我觉得要我我是不会病的 它可能是觉得现在我这条车道 就刚才咱们所处这条车道慢了 车速偏慢所以又回来了 现在已经是GOD2.0了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识别障碍物 其实在所有的这些车机的驾驶辅助里边 它都会有一个白名单 就以前的白名单里面呢 可能只是有动的车和动的人 它对于静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识别的 后来在1.0时代的 对于有一些物体啊 就是通用啊 形状的比如说像方盒子什么的这些 它都可以识别 它相当于什么 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孩在成长 你让他看过东西他就认识 但是你没让他看过东西 如果在路上临时出现 这个东西他就不认识 但是现在这个GOD2.0 它等于什么 就是它见没见过的东西 它都可以识别 它不光可以识别通用障碍物 它对一些异形障碍物也可以识别 而且对于一些比如说道路上的临停车 它突然间开门的这种情况 它也能识别 或者跑着跑着突然从山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 它也可以识别 我自己理解的小易的驾驶风格 就是跟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刚才你看啊 是两条路要汇进这一条路的时候 当前面两个车想要加进咱们前面的时候 它都等于是踩停了 让那两个车完全杀停了 我觉得这就跟咱们一般驾驶员的判断可能不太一样 就我们可能会减速 但不会完全停在这条路上 它刚才做了两次这种杀停的动作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给它调的是敏捷变道的模式 但它相对的驾驶风格是安全的 因为作为一个车 它不能够带你去冒险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好 就是我让别人先走 就我相对来讲 就是更文明驾驶一点 如果你在车上它跟人的驾驶风格一样去争到强行的话 我相信你让它开你会非常的害怕 就这种时候我至少会觉得说 我心态上能够稳一点吧 没事你快你先走 我可以慢一点 它还是现在距前方的出口1.4公里 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并线 它现在在最外侧的车道上面 就是你要是平时开车 就是属于那种见控就钻 就是能快就快的就是这种人的常见逻辑的这种大聪明的开发 你可能会不太喜欢小易的开发 但我觉得如果说在以后整个的自驾都普及 所有的车的这种行车的逻辑 都是相对稳相对文明的 可能路上的通过率它能够更好一点 请提前接管并注意表航路线 即将驶离支驾旅航路段 它从350米就提醒我 即将驶出自驾领航路段 现在我们等于它自己完成了出幅度的动作 你看 请注意导航路线 已降至车道巡航 对 它现在就降到了车道巡航状态 我们一开始一定以为说 城市无土之驾可以没有网络 就是城市的哪里我都可以用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并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确认好 但是其实小易是有语音提醒的 So stand up Don't stop the best is in you We are the fre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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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fre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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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power to be stronger If we want it You and me 说一下问界M7的基本情况 0-100的加速是4秒8 加油的话它得吃95号的油 这台车开起来之后 你觉着它的增程器的介入 就是明显的 你就感觉说 你要是不仔仔细细的那种感觉 它感觉不到 其实它5个亿这次花的钱有一块升级 就这一部分的升级 还有就是它在车身强度上也做了一些加强 而且它N位这方面的表现还不错 咱们现在等于是又在一个高速上行驶 我现在车速在70多左右 所以你感觉一下 它增加了一个双FSD 它是一个自适应减震系统 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特别平坦的路 它给你的支撑 就是一个比较偏硬的一个支撑 就让你能够快速的通过这条路 但如果说咱走的是一个挺烂的 一个坑坑洼洼的路 那它给你的 就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状态下 就能给你缓解一些减震 但是它的刹车呢 我自己这两天开下来 我觉得初段没什么问题 我反而是觉得 就是每次要在刹停的那一块的时候 它的那个力道 就是你要自己去感觉一下 可能要拿捏几次 你才能够把它就是比较平稳的站在那个地上 就这次升级的好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看起来能够感觉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DAS 2.0 它的这个扭矩自信系统 它其实除了这种纵向的 还有就是横向的这种 它也能够控制 除了这种刹车的一些抚养 或者你在弯道的这种侧倾的扭矩的控制 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弯里边 进弯和出弯的这种速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它要给你一个多少的扭矩过 或者说在一个湿滑的路面上 它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扭矩 这些它都是可以通过自适用扭矩这个东西 自己去调整的 但是M7它现在的这个价格 其实跟它自己的M5还挺接近的 你就感觉说哇真的不讲武德 就这么大的一个车 竟然跟M5的价格差不多 但如果你要是花粉的话 就是你看这两个车 我不知道我多少人会比较纠结 你说我是选M5呢 还是选M7呢 如果从现在的销量榜上来看 好像目前选M7的人比较多 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 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但是偏巧这两个车呢 我们都开了 我自己感觉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把车当车开的人 你可能会更喜欢M5多一点 你要是一个把车当家用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啊 M7还不错 当然这个就是跟自己的年龄啊 和一些用车的场景 比如说家庭啊有小孩啊有老人啊这些也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M7确实大 如果说大家要觉得说叫什么便宜大碗的话 就觉得M7还不错 但是它的整体的驾驶风格跟它长得一样 就是偏沉稳的那种 就是你稳稳的开 你也不求说有什么那种生命力啊 有什么跟车交流啊 有什么操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个车 它还是能够满足一些你家庭的需求带着一家人很开心 但是其实M5他们俩的悬挂也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两个车就是除了大小个上面的一些区别 就真的驾驶跟感受上是完全标定的两个不一样的车 现在M7卖的这么好 但是接下来考验的就是它的一个交付能力 而现在华为自己说就是从明年开始啊 就是一个月要交付3万辆 然后你要是现在订车的话呢 它基本上交付的周期就是10个周左右 而且人家还给了你一个承诺 就是说我要是晚一天交车 就支纳金就是200块钱左右 就觉得说好像还挺有诚意的 因为有一些车它就是那样 就是说马上交车一定交车肯定交车 就老是不再交车的这个期限内交车就一拖再拖 所以咱们等等看吧 看看路上有更多的M7 然后网上有更多的新M7的一些车主 他们发出来的这个车的一些使用感受 或者也欢迎你来说一下啊 就是你除了在看这个车 也还在纠结一些什么车 感觉怎么样 今天上午9点 神舟5号载人推船发射升空 我们下午9点 那么全烦点 所有OU zag 我们下午9点 与你建议 你需要 我 我 我的 我的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